首先介紹一下切一隻火腿需要的工具 這個火腿刀是用來片火腿的 接著要用一把骨刀 這把骨刀較短及較尖 另外這把是磨刀石 切火腿時需要保持火腿刀經常很鋒利 因為火腿要片得夠火 所以我們切一下火腿 用磨刀石會磨一下火腿刀 首先我們要用骨刀 這個位置這樣切一下 然後我們繼續用這把骨刀切走皮 但你一看到我可以一路開到後一點的位置 就是因為我這裡切了一下 但我們現在切完皮之後 我們就要切掉肥膏了 好 我現在處理完肥膏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切火腿了 切火腿一定要切得夠薄 越薄 口感會越好 我自己較為喜歡切火腿 那些火腿片有少許脂肪 脂肪很香 口感會更好 當你切到火腿肉 看到中間這條骨刀石 其實就是時間要反轉這個火腿了 剛才我們不是說切火腿一定會遇到骨 那你就要用骨刀 在骨刀和肉之間切一下 這樣切的時候 因為你剛才把肉和骨切開了 你一切的時候 那它自然的火腿肉就會脫出來